莫书这篇文章里所说的鹰派是谁,如果你不知道,最好关注这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,博尔顿的以色列之行,这位巴自胡的老兄,在十几年前他就全球知名,邪恶周心,边缘邪恶周心,流氓国家这几个词,发明就有他的贡献。 当时他给小布什总统当幕僚,他曾公开发文讨论巴黎局势,认为加沙底白应该给埃及越大和西安并入越大,他的鹰派表现还有很多,几年前,他还鼓动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伊朗,对奥巴马下台,现在联合国投票,没有支持以色列表达愤怒,而且他据说也是克朗普退出英和协力的主要幕后推手。 所以,你如果不懂特朗普外交,直接就把它当成小布什外交就好理解了,今年三月特朗普对博尔顿的任命就是最好的注解。 如今这位美国政府内最熟悉国际关系的英太大佬正在以色列访问,他要和内塔尼亚胡谈点什么? 目书总结了博尔顿访问,以色列的讲话要点,一,伊朗是企图干涉美国11月,中期宣举的四个国家之一,其他三国是中俄朝,二,美国,以色列,俄罗斯都支持伊朗军队,极其真主导代理人者利利亚。 普京上个月在赫尔形机告诉特朗普,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没有共同利益,三,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首要目标,四,特朗普制裁伊朗正在建想。 其实,在这四点当中,博尔顿主要关注的还是伊朗,毕竟以色列对伊朗,和问题是最为关切的,其他的以色列不感兴趣,而博尔顿作为特朗普的国外顾问,当然关注的内容要比以色列,这个中东小国多得多,因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全球。 博尔顿谈到的第一点,其实主要表达的还是伊朗问题,他列出来的四个所谓企图搬预美国11月中期选址的国家,是典型跟美国冷战思维的体现。 因为这些国家目前都与美国关系不睦,俄罗斯因为乌克兰的克里尼亚问题,以及双面特工遭受美国制裁,伊朗就更别提了。 不仅是博尔顿此行关注的焦点,也是美国目前最关注的国际问题之一,这才也在进行中,中国和美国因为经济战也正处于双边关系的低点,不过和伊朗相比,显然中国是躺枪者,因为博尔顿来到以色列的主题,就是要衬托伊朗是多么的危险。 从他表态的第二点,就能看出博尔顿死亡的目的,不仅要限制伊朗的核计划,也要对伊朗在希利亚等的武装介入表达最新关切。 而且他此行也透露了一个秘密,那就是俄罗斯其实对伊朗,在希利亚的军事存在也并无好感。 他引述普京在奔兰和特朗普会晤的表态,其实很明确,都表达了伊朗在本地区利益的扩张,同样损害到了俄罗斯的利益。 这点与美国和以色列是存在交集的,这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,为什么以色列几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? 俄罗斯始终都没有帮伊朗的原因,也证明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呼吁所有外国军队在局势稳定,后撤离叙利亚的嫌外之业。 因此,博尔顿所说的自古可能进入美国中期选举,针对的矛头主要是伊朗,一来符合伊朗在美国人心目中妖魔化的形象,二来可以为共和党反对伊朗的政策造势,为中期选举积累选票。 至于中国躺枪,这其实是美国任何选举中的惯例了,无论是总统大选还是国会选举,都会把中国拿出来说是,几十年来一直这样,我们当然要重视要谨记,但也不必过于紧张。 没有证据的家库,本质上还是选举语言,但要提防类似博尔顿这样的鹰派官员,将这四个国家打包对待,如果任由这种趋势长期存在的话,将对中美关系转换存在不利影响。 针对这个问题,欢迎关注、留言。